汽机车排放黑烟所造成的污染不容小觑 而为了打击空污呢 台中市环保局在去年首创AI判烟系统 利用车牌影像自动辨识结合了人工智慧 侦测车辆排烟的情形 不但节省了人力 也提高未定解车辆的管制执行状况 这双车辆来来往往就怕汽机车排放的黑烟影响空气品质 台中市环保局在去年首创利用车牌影像自动辨识系统 结合人工智慧进行自动判烟 汽柴油车的部分做一个AI自动判烟的部分的系统 那主要是因为其实像柴油车的部分 它的排烟污染还是比较高的部分 那偶尔还是有民众的陈勤 有污贼车的情形 那因为其实如果同仁在路边止勤的部分 相对来讲危险性比较高 而且像没有办法大量的派员 那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个就是所谓的AI智慧判烟的部分 透过录制影像可以看到经过系统判断 绿色线条框起来的地方是车体 橘色是车辆阴影 蓝色则是排气管的位置 环保局统计车辆使用的PM2.5污染排放占比达38% AI自动判烟系统可以针对污贼车场出没的地方加强击查 通知异常排烟的车辆倒减改善 也提高未定检机车管制的执行成效 敦促驾驶定期维护检验防止空污 去年我们一样克服了困难 让机器可以首先他会先判断这个车子的部分的车型 那车型以后他会去判断就是哪边是车子的阴影 然后接下来去看哪边有烟的部分产生 然后他就去据去判断说是不是有污贼的情形 那我们在去年底就是成功研发以后 然后也先试行了两个月 那两个月的部分有查获21辆就是有排放比较浓度高的车子 系统去年上路后试行的两个月查获21辆污贼车 同时也节省人力成本 后续将持续透过影像资料累积精准度 以智慧科技降低污染